歌唱中想要打到 一开唱就能够保持喉咙的开放状态 这是功底 有扎实的基本功很重要 学好唱歌没有捷径 但如果能让大家少走一点弯路 也是一种喜悦 大家好,我是清清老师 我们在歌唱练习中 体会和掌握打开喉咙的方法 打开喉咙的方法 有多种 今天我要带着大家提会一下 受惊吓的状态 然后结合音阶做一些练习 没有关注清清老师的朋友们 记得关注我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点视频的标题 出现收藏两个字进行收藏 并且记得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 人在受到惊吓的时候 那种倒吸气的状态 就是打开喉咙的状态 是不是这样惊吓的 然后发出惊叹的声音 就是歌唱时的声音状态 你看 先是倒吸一口凉气 真的吗 原来这么回事 对吧 这个发出的惊叹的声音 就是歌唱时的声音状态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也讲过打哈欠的状态 这两种状态 是同一样的效果 这两种状态 打哈欠 受惊吓 是同一样的效果 是同样都有打开 同样都有打开喉咙的状态 好 那么我今天结合 阴阶重点说这个状态 为什么要结合阴阶呢 目的就是 想让大家有更适应自己的方法 可以丰富一些选择的练习和体会 知道吧 还是为伙伴们挺用心良苦的啊 来我们进行一下音阶 那么你看我们先做这个惊讶啊 倒吸气 哦 哦 好 我们先唱哦 哦 哦 然后结合我前面视频讲 或者轻微的下腰 哎 哎 哎 嗯 利用我们腹部下沉 横隔姿 配合的力点 更好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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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讶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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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讶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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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了没有 再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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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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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小声唱 小声轻声的歌唱就有这个好处 真假声自然过度 你需要假声它就会给你自然的加添 加添进来 小声轻声的歌唱是找高位置 和真假声混合最有力的条件 这个条件你必须要记得啦 进压 是你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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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悄悄話 喂 干什么呢 真的 小声的 那么这样训练当中 也可以用咪 也可以 妈 也可以 妹 对不对 你看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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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这种状态 保持受惊吓和 惊吓发出来的声音的状态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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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 摆 阿 嬻 聒 咪 吸 不是 怎么练都没事,但是就是要保持 这个状态 是这种惊讶的状态 同样我们把受惊吓的这种状态 把它运用到歌唱里面来进行练习 可可透海的牧羊人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就用这首歌吧 惊吓,倒吸一口气 结合起来 在这边留住你 山谷的风 它陪着我哭泣 你的脱铃声 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 告诉我 你曾来过这里 保持位置 告诉我 你曾来过这里 希望不要唱 告诉我 你曾来过这里 那就不是受惊吓的状态了 受惊吓的状态就是 哦 这里 我们用古老的歌 前面的影子 这个影子部分 特别适合把这个 惊讶和惊吓这种状态 结合进去 你看 哦 对不对 哦 对不对 好,来 吸气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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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是不是感觉到 哦 真的吗 这种状态了 那么 看到没有我有点 这个小动作 这个叫轻微下腰 我跟大家说过了 或者身体稍微往前倾 这种状态就是 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 可以使我们的腹部 感觉下沉 感觉下沉 然后横隔肢的力点 嗯 嗯 那么就是启动了我们的探 嗯 探着唱着那种 要求了 所以这个呢 在前面的视频 我有讲过你们也要看一下哦 唱任何歌 任何歌曲都要有探 探着唱着这样的一个状态 让我们的气息更灵活 更通唱 歌唱中想要达到 一开唱就能够保持喉咙的开放状态 嗯 这是功底 有扎实的基本功很重要 必须具备应有的条件和掌握 玄序渐进的练习方法 这种条件呢 就是老师给你科学的合理的方法 用各种方法带着你实践练习 达到玄序渐进的进步的目的 这是很有必要的哦 因为我也是同样被老师一步一步带出来的 好 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总结一下 受惊吓时的状态 同样能打开喉咙 使我们唱歌轻松 不费力 受惊吓时倒吸气的状态 就是打开喉咙的最佳状态 这时不但喉咙烟枪成打开状态 甚至所有的枪体都处于开放状态 这种整体开放的状态 就是唱歌所需的最佳状态 但惊讶或者惊吓时发出的声音 同样具有高位置的 小声弱声轻声泛声的这种高位置条件 也是唱歌发声时所需要的技术条件 本期视频的话题就到这里 请伙伴们关注清清老师 记得点赞转发收场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